《生存之民宫》这部电视剧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在影视剧排名中 它拿到了9.3分的成绩 够排在国产电视剧前时 然而很多人即被看过 也是它的删减版春天理 《生存之民宫》之所以被删减 是因为它过于粗糙 人事宜 摄像的运镜水平 甚至比不上现在那些拍短视频的程度 给人一种看纪录片的感觉 有的时候镜头走着走着演员就出镜了 仿佛观众就站在他们身边 却看着别的地方发呆一样 而这部电视剧也是导演管虎的无意制作 当时拍电影汇报不高 他也不喜欢拍那些情情爱爱的题材 最后就选了一个最没看点的群体 宁公 可却是这么一群在生活中司空见惯 遇到都要绕着走的群体故事 却激起了观众的热情 在当时流星花园 先见奇侠传大行其道的电视剧市场中 挤出了自己的位置 在这部剧中有演过走向共和孙中山的明星 也有拍过渴望忙活生的演员 其中有一个民工 就是由学校还没有毕业的黄博出演 这也是他第一次耍大牌 整个剧组 那么多明星为了等他参加完期末考试 就那么闲着 可后来黄博的表演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的第一场戏 就把在场的各位演员给震惊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 这是一个刚刚参加完期末考的北电学生 黄博的一举一动 就像刚从另一个工地过来的民工一样 导演管虎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他让演员们与五十几个民工 同吃同住同脑洞 衣食住行都在他们拍戏的工棚里 他们穿的衣服从始至终都没有洗过 很多演员拍完戏后都入味了 讨心时被打是真的打 画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像是坐机拍的一样 可就是这样一部片子 却给了观众十分的真实 生存之民工能够拿到如此高分 演员的敬意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他在表达现实 就拿黄博饰演的薛六来说 他到城里打工 喜欢上了一个保姆 而保姆却被雇主糟蹋 怀孕后也没出逃说法 最后还被赶出家门 这种事情在其他电视剧里 怎么可能不了了之 正义就算迟到 怎么可能会缺席 可在生存之民工里 欺负就欺负了 赶走就赶走了 与现实无异 薛六知道小保姆的遭遇 但他还是一直帮衬着他 因为在这个城市里 他的爱情就是这种档次 而小保姆在后来为了更好的生活 去做了发廊的喜头妹 代引号 民工的智囊领袖谢老大 看着战义却也坑人不浅 他懂人情世故 他也坑自己的好兄弟 可他也有一个患病的儿子 2005年 生存之民工在卫视首播 后来有两个地方台相起播出 之后这部电视剧就被停播了 之后的八年时间里 再也看不到这部电视剧 等到2013年重播时 生存之民工已经改名为春天里 就像剧名的改变一样 民工们虽然间隙依旧 但在某些画面都会给他们的未来一笔带过 为了生存挣扎的民工 在春天里最终得到了幸福 容了就行了 没必要说的太明白 读不懂也没关系 生活会让你懂的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 欢迎关注